好 大家看到是父親節這一天 有廣大信眾的連身活佛 盧盛宴 跟所有信徒一起共度 那麼五歲的孫子 也特地從美國飛回來 一起歡度父親節 連身活佛盧盛宴 多年來以文字紅法 希望以教善人心作為出發點 從事社會工作 就算已經擁有廣大的信眾 連身活佛說 家中四代同堂 他對父親依舊是必恭必敬 我自己本身是父親 而且是公公 阿公 那麼我覺得天下的這個父親 其實跟母親一樣 都是同樣辛苦的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 很好的這個節日 那麼也可以表彰 這個模範父親 連身活佛 希望爸爸們 都能天天開懷大笑 因為子女們才能感同身受 那麼我也希望所有的父親 在這一天 都能夠開懷大笑 有這樣的一個日子 總是很難得 社會家庭悲劇 老人家被拋棄 幼兒遭虐待事件頻傳 連身活佛也祈福 不要再發生 父母方面都是要慈 父母方面都是要慈 子女方面都是要笑 只有一個慈 長輩對晚輩就是一個慈 那麼晚輩對長輩就是要一個笑 談起笑道 連身活佛 認為教育和慈悲是不變的原則 唯有笑才是一代傳承一代最寶貴的財富 李耐熊 志宜科技高 排除報導